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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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智 太后何曾把理智看在眼内 官家成年之后继续霸政 甚至要滚服祭祖 她的灵场还要想理智 八大王 太后哄事 官家悲痛欲绝 不饮不食地在首相 望八大王莫要打扰官家 行仁子之效 仁子 仁子 吕怡简你在说什么 你说谎话 我不怕犯欺君之罪 你不怕天上的先帝各方神明惩罚吗 还有你王曾 你燕淑 你敌 都犯了欺君之罪 都应该受到祖宗的责罚 官家 你真要永远以她为母 你 王皇叔 朕知你与太后有救戏 然而这是 我与太后有戏 我与太后有戏 官家 她骗得最多害得最惨的是你呀 官家 皇叔 朕知你有阳光碧 不与你计较 不过 不能让你在此地打扰太后 毛泽 赵真 你真的要扔贼为母 不给你亲娘报得去啊 还深仇吗 你们 谁再敢跟官家说 太后是生他之人 遇见 王曾 燕淑离敌 王 八大王 这是太后的灵前 太后乃先帝指定的皇后 是先帝指定的皇子之母 先帝指定她辅佐官家 又抬出我皇兄 好 那我问问你们 是先帝指定她 在她自己病入膏肓的时候 毒害官家生母 一族官家与生母相侦 官家不得认亲娘 便是她下的毒手 官家 燕淑乃是奸贼 先帝弃中你 让你常犯官家左右 你却隐瞒至此 欺君之罪 必以你为首 官家 灵塘种地 当首皇家体面 八大王所言是否属实 可欠人何查 不得认亲人何查 你为首相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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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期间 务必照顾好皇叔 不得再出乱子了 是 八大王 好 官家生母李娘娘必须证明 而这次八大王闯灵堂 将此事说出 有大功 八大王指责吕相王相与臣 负责人 畏惧太后权势 未能将事情告知官家 也非诬陷了 太后证明 八大王有功该成 有过之人便该罚 朝堂 天下 都在看着 该罚 他 罚谁 所有在这些年中 隐瞒了此事的人 那最该罚的 是臣 最该罚的是臣 臣与王相公 吕相公不同 自从官家到东宫期 臣便是半读 陪伴官家左右 对官家本该无所保留 隐瞒官家 臣该得重罚 臣有诗忠诚 若仍办君策 怎能震慑贪权小人 臣恳请官家 降罪贬畜 提拔终止耿介之臣 譬如范仲淹等人 一半君策 已为职臣 安民心 正是封 先生 是 天下人皆知 官家不知生母事 未能尽孝 乃因尽臣雀诺 不敢明言而至 不乏不忠之臣 何以为职臣 安民心正是封 天下人皆知 臣不知生母事 所以不能尽孝 天下人皆知 臣不知生母事 所以不能尽孝 你也不知生母事 也不知生母事 所以也不知生母事 你不知生母事 你并不知生母事 胖子 你不知生母事 你不好 也不知生母事 一知生母事 那些母事 父子 谈民心 西文兄 叶书相 你怎知道我搭这条船呢 你既来信说 嫂子直而暂不随行 我又知道 恰有这趟货船 每十几日便来往一次 掐指一算 就知道你这老抠 必定要蹭这趟船 省盘着 先生并不吝啬 四周易学的名前 都能包几条丝船了 叶书相这是开玩笑呢 我是忧心官家的名声啊 若旁人知道 和这敏烟茶砖 挤在一舱中的老抠 是官家轻点入京任职的 范仲淹 难道不会怀疑官家 客扣凤钱盘缠 让又思见顾不起船呢 官家自不会客扣 然而我此番备招入京 我恐怕来不及领又思舰的俸禄 就又被贬到偏远之地了 自当堕留盘缠 郑睦 你不曾经 他未到京 杂子先倒了 臣服文近日宗室进臣 报官家非太后亲生 又恭维旧人正事 而后言侍者多论太后之非 臣以为此事乃是太后 遵先帝旨意为之 非太后之国 太后为官家嫡母二十三载 教导辅佐不可谓不辞 自垂帘称致 虽偶有余礼或偏袒流氏族人 亦有所分寸 当年众臣皆畏惧太后 冲撞太后的是她范仲淹 如今言官纷纷上奏 不过 唐河太后的违政过世 死命维护太后的还是她范仲淹 燕先生说她是忠诚职臣 倒真没说错 如今 外面有关官家绅士的流言 确实很多 闯寒急 我们出去走一走 是 这没过几年 国王驾崩 王后垂帘听阵 小国王是聪明仁慈啊 叔叔人常常将国朝故事 胡乱改个三五分 再胡揍个地名 认真假假的殿下去 只好放着 不久便抑郁而死 可偏在此时啊 有位府城 拼死说出一个惊天的秘密 秘密 没什么秘密啊 新国王 并非王后所生 真正的生母啊 乃是在冷宫中 凄凉死去的侧妃啊 此事啊 王无作的手脚 这故事虽然离奇 但却跟最近发生的大事 不有几分相似啊 是不是啊 是 废官家生母 是真的 我听说 还毒害了官家生母啊 毒害 毒 真 神经病 官家 臣万死 臣想讲几句不当讲的 不当讲便不要讲 请注意 关家 臣以为 今日官家赵晨出来 到酒楼瓦子这种三教酒楼 聚集之地 是想亲眼看看 亲耳听听 此事在民间 究竟被传到了何重程度 臣 既然如此 你要说便说 那说什么当讲不当讲 若朕不当讲 朕回去将你冲军便是 官家 当年 是先帝将刚出生的官家归于太后 是内外皆以太后为生母 先帝必有先帝的考量 太后也是遵旨而行 而如今谣言似起 越传越是离奇 若百姓信 李娘娘是因此被太后陷害毒杀 那等于 说先帝昏庸 不识人 不明是非 有伤先帝盛名 而如今 八大王大闹灵堂之后 越来越多的官员 纷纷上书弹劾太后的德行 才能 进而诋毁太后 临朝称之时的政策法令 而那些出自太后的诏令 如今已成了四海法度 官家才刚亲政不久 若是政令颠覆 是得有多大动荡 若物材 也可以 皇人 Conservancy input 小兄 无法 无法 能上我们 此 Po 相 与堂兄堂弟 这是再次等了朕一夜吗 臣是等了官家一夜 臣只相问官家一句 官家的生命 是朕不准备生了 官家被蒙蔽多年 是要继续等自己是 留恶亲生的吗 把官家的生命 残死死后匆匆下葬 官家连成娘都没叫 就让放过毒害他之人 讨天的罪 都不准救了吗 朕生命乃是李晨飞一事 朕近日与多位朝堂就陈 宫内老内侍老宫人求证 稍后自有交代 然而皇叔能确定 是大娘娘毒害了李晨飞 然后为掩盖罪行匆匆下葬吗 他便是不愿意你生母相认 他 设计陈飞远去 当朝太后德行 此时定要查个水落石处 若罪恶陶铁 自闭延长 殿前司 立即带兵围留府 任何人不得出入 席文兄若是明日就又要被贬出京 今日便由我做东 去趟青空楼 吃顿羊膏酒 炙章子 翠镜八子 钱盘土 再来份羊汤 一定不能让你白白进京一趟 我怎个听说 八大王公然骂你是奸贼 咬定你是隐瞒官家绅士的首恶 朝堂风云变换谁说得清呢 更要趁着还在这繁华之地 该听的去听了 该饮的酒 饮了 执行够 仙家令都可以干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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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官家身边的张茂和呀 殿前司和侍卫清军一起出动 这是什么鼓舞啊 莫要看热闹了 我们吃酒去 可是这 官家难道是真的信了谣言 无论发生什么事 也要等到明日上朝再说 今日咱先得把清凤楼新出的菜式 一一尝了 走走走走 这是定前司 为了张庆太后的娘娘 不对啊 不能啊 我以为今日到的早了 这只竟是到的晚的 殿前司和侍卫亲军 此事仍在刘府外棋围 不许进出 昨晚能睡得安稳的朝晨 恐怕不多啊 难道与传闻之事有时政 可若是张宪太后才过世 便将刘氏一族问罪 外见未免 会觉得陛下良薄 若是已经有了时政 即可抓捕了 如今却只是为府 官家当时要彻查真相 怎能闹得如此沸沸扬扬 让百官万民其后结果 若是结果与传闻一致 那后果不堪设想 我虽仍不信传闻 然若不详查终有疑惑 官家此举 是人均当有的公正坦荡 太后宏事之后 八大王告知朕 先帝臣妃李氏 方为朕生母 亦得旧时尽臣公平正事 朕不胜伤痛 自愧未尽人子之礼 而数日之后 宫禁之内群臣之间 尽流传朕生母李氏 死于非命 丧不成立 朕昨夜就朝野民间 所谓毒害之传言 询问于汉林医官员 是否可有宴看的方法 秦言 须开关宴看遗体 朕思虑整业 此事牵扯 但欲朕之人和养欲朕之人 任谁蒙愿 抑或声明被无辜玷污 都是皇家之辱 皇家无私事 世事关乎天下 此事 是遗案也罢 谣言也罢 误传也罢 便在今日 在群臣百官面前 澄清于天下 汉林医官院赵掌院 已率五名医官 候于洪福院 便请众亲随朕前往 请出母亲遗体 当场验看 便请舅舅八皇叔随朕 带同太医亲入洪福院 请母亲子宫查看验证 不妻 母亲是否遭人毒害 好 请 舅舅 请您对诸位朝廷大臣 说出方才 将母亲关沐庆除天井后之所见 方才在殿内开棺厌干 只见 只见姐姐身着皇太后服饰 容颜惊人如生 太医手 这是以水银养护的结果 姐姐的身后事 绝无敷衍草率 我等昨夜一同艳看了李娘娘 此次并发前后的记录 未见任何疑点 今日 我等又开棺仔细验看 未见任何中毒的迹象 所谓中毒之说 当是谣言 可见传言岂可亲信 便算是忠于设计的杠之之人 若内心存了偏颇 亦可被蒙蔽 而生妄念 今日之前 朕未能及时查明真相 以至朝堂乃至民间 起了许多对大娘娘的猜测 此乃朕之国 今日真相大白 今后 朱秦升为朝廷重者 家罪于人 须当谨慎 要知坏人亲民 便如害人性命 大娘娘以太后之尊 尚显蒙不白之缘 何况他人 臣惭愧 朕当亲相大娘娘 悔过谢罪 大娘娘 此生分明已 大娘娘 大娘娘 此生分明已 小娘娘 皇帝照书 大刑皇太后保佑冲然 十又二年 恩秦致已 而言者往实大体 誤抵结一时之事 非所以卫阵孝思也 就说嘛 这流言定不是真的 堂堂的婆娼太后 怎么可能如此恶毒啊 对 这刘太后 虽遵先帝旨意养育官家 也是后代李太后啊 这养育了用处十年呢 这太后啊 毕竟表功于朝廷啊 对对 这官家也是后代 母慈子俏 不容这人挑拨乱阵 对对对 皇帝诏书 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仁 十佑二年 恩情俱义 官家下这封诏书 西文兄的禁见功不可没 太后掌权时不畏权势 太后过世后 不揣测军心落井下石 西文兄乃真君子 本分而已 却未想到 竟是范某送童书出情 正是刘忠去奸 陛下英明 范某某又不是呆子 太后之事 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 你都是为了顾全大决 陛下的生母李太后 得回了应有的名分 两后并立 得办先帝左右 陛下之心也可稍微 陛下幼年登基 至今日终于亲揽朝政 才艺侥幸 如今朝堂有忠职之臣 如西文于安道 又有永书 智规 君谋 才子能人云集 君臣一心 定能给天下百姓 一繁荣盛事 书与兄就此别过 愿生 ein 天下传 走 请 请 官家 韩思剑上的杂子最轻 再来便没地方塞了 请 至归走遍东京九楼十四 点心铺子 国品摊子 一份奏章比一份肯定 礼方之界限该打破 打破之后不但方便百姓 更可促百业繁盛 增国库税收 科举 茶税 礼方西江 每一件 朕都会办到 朕有信心 朕有耐心 上次托颜先生给吕相公带的画 可是带到了 带到了 吕夫人说多亏有两位娘子 替相公听着看着 否则便受了小人所害 吕夫人托小人给两位娘子 带了礼物呢 那位莫不是傻的 既然对官家说 吕相公也是陈梅太后的坚韧 应当扁出 你们二人 竟敢勾结内臣 躲在这儿说什么呢 娘娘饶命 娘娘饶命 娘娘恕罪 臣妻二人摘花 遇上了途经花园办事的严先生 不过是讲了几句闲话 没有旁的 并没有娘娘口中所说的勾结 这是什么呀 这可不是宫里的东西 早听说你与外臣走动得亲 果真如此啊 这外臣的礼都送到这宫里来了 原来是吕家 怪不得 她从前就最会产媚太后 而今太后驾鹤 她又摇身一变 成了忠君之臣 定是从你这儿得了不少消息 才能在官家面前装 还有你们二人 在官家面前装的是一个温柔乖巧 竟敢私下连没外臣 侮辱于我 怪不得最近有那么多弹劾我的闸子 定行为你们 娘娘 娘娘饶命 娘娘饶命啊 趁些不过是想采蝎花 放在自己阁中 增些蠢蚁 哪有什么妖媚祸主之心 你 官家今日不肯见娘娘 跟我们无关啊 你这个贱人 就是你妖媚祸主 挑剖的剑 你就是个贱人 娘娘息怒 静心失奉是臣妾们的本分 臣妾失奉生家丝毫不敢懈怠 你可不可以 所以你有什么好关系 哥 官家 官家 是财他们二人 官家你要替臣妾做主啊 回家太医 你这个贵人 你给我走开 你给我走开 走走 走开 官 官家 官家不是臣妾 是这个戒指 快传太医 快传太医 官家被皇后打伤了 快传太医 快传太医 官家被皇后打伤了 官家被皇后打伤了 真笑的 真无碍 你们各回各处 朕还要去重症殿 有正式药论 也不要惊动太医 让御药院来个内侍去福宁殿 给朕伤了药便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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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rge 郁相公 严妇读之 要小人来跟李相公说 官家可能稍晚些过来 请相公稍等一阵 官家可是有其他要事啊 燕妇独知说 燕妇独知说 皇后责骂上美人跟杨美人 结交外城 说是要治罪 不知怎的竟然还动手了 官家刚好路过 去阻拦 却让皇后给伤着了 临落外城 今日招旅向来 侍卫商议官员考纪事 陛下脸色甚差 身体可有不适啊 这陛下竟不怎么受了伤 殊臣多言啊 是不是刚才 跟几个侍卫内臣比划练剑 这哪个不掌心的呀 如此没有轻重 竟然伤到了陛下 这万一有个好歹 该如何交代啊 陛下 你平日对他们再好 这时候也不应该包庇他们了 是谁呀 不干内臣侍卫的事 是皇后 皇后 这老臣偶然也听到皇后蛮横急躁 但没想到那欧商陛下 失德之刺实在不配为中共啊 皇后与上阳两位美人发生了冲突 皇后年纪小压不住两位美人 仅动起手来 正过去挡 她也并非故意上阵 陛下 这皇后刚入宫的时候 年纪尚小 不等宫归法度 但如今 做皇后数年了 却因为嫉妒和低位嫔妃发生冲突 见陛下来了还不收手 竟然伤了陛下 还有陛下打婚这么多年还无子嗣 还不是因为她善妒凶横所致吗 臣深知陛下人后 皇后乃当年太后执意所立 陛下并不情愿 但毕竟负起这么多年了 与私陛下不忍抛弃劫发之期 然而于公呢 皇后乃天下万千女子 为人妻之榜样 如果德不配位 怎能武依天下 陛下不忍伤有过之人 但要天下所有女子 以师德之人为榜样 陛下 孰众孰卿 请三思 请三思 国氏才德 却不堪母依天下 草召 国氏入宫九年无子 愿入道 特封为靖妃 欲经充妙先师 此名轻悟 别居长宁宫 陛下因为皇后多年无子 起义废后 臣等已为不妥 吕相为何赤有私 不受台剑章属 皇后并无大国 不可废 官家应早惜此意 不可史闻于外 请吕相受台剑奏书 上称官家 帝后 犹如仁臣之父母 父母不和 人子难道不该劝谏调和 父要休母 人子岂能不劝哪 自武废后 皆是昏君所为啊 先朝自有明君 废后之先例嘛 吕相公是指 汉官武帝废后吗 汉官武帝是明君然 废后一世 乃官武师德 何足效法 而其余废后之事 皆前是昏君所为 陛下有姚舜之仁后 吕相公却要让陛下 效法昏君所为吗 此事陛下心意甚奸 此事又执陛下胜路 我吕某也不敢冲撞陛下 如果诸位定要劝谏 那就请陛下赐队嘛 向陛下当面立臣 废后之不可行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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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